雷珊,我想問 雷珊,我喜歡 我想問 我想問,你有沒有周深電話? 有的,你想電話? 你打給他 如果雷珊真的給了周深的聯絡方式我 我第一時間會跟她說 周深,我愛你 實際上的周深練舞 現在你們卡的地方就是這 我卡的地方卡多了 我就是廢柴 我就是廢柴 對對,就有廢柴 對對對 妹妹 失法 我現在只有一句就是,你相信光芒? 編字的聲音第三季做出的最大的改變 就是變成了階段性綜藝 它的這種改變 讓節目變得有看點 且有期待了 大家都開始知道 每三期是一個階段 然後每個階段的第三期 是混搭組合 也是這個階段最有看點的一期 周深的冷酷到底再度成為熱門歌曲 網上一直在討論 這是不是一首炫技的歌曲 最終得到結論 這首歌曲炫技了 但是炫的好聽 炫的與眾不同 這場關於周深的炫技 被胡海泉老師點出來了 長達16秒的不換氣連場 把整首歌曲推向高潮 後面還有一個接近13秒的轉音 這整首歌曲 雖然聽起來周深像是和聲 像是輔助 但是最讓人聽起來震撼的 也就只有周深能做到華麗的炫技輔助了 劉鳳瑶 知道這個歌手的人絕對不多 但是她合作了周深 這種蹭熱點的效應 一下讓不少的人知道了這位歌手 第一次來 與觀眾而言沒有任何記憶點 這一次在周深的輔助之下 這位新人當時火了 要知道喜歡你的人 不只你知道的這些 這句話莫名地就打動到我了 然後我就 我可能現在我沒辦法就是表達情緒 但是那一刻真的是 感觸很深的 就希望從接下來的生活裡面 工作上面可以 真的能放開自己吧 就可能在意的太多了 對 無論什麼時候 永遠都有人在聽你的歌 有人在支持你 不要把自己藏起來 你自己非常有 有那個魅力 寫的又這麼好 唱的又這麼好 我是真的覺得 我就是覺得 哦 這個人一定會打爆 愛你的人 真的要比你想的要多很多 劉鳳瑶要把自己拉出來 不要把自己藏進去 周深覺得劉鳳瑶早就該紅了 當初看完 聽完她的作品後 覺得她未來可期 明確表示 自己一直都在默默地關注著她 上次是幫劉鳳瑶在線打歌 這次又給予了她 業務能力上的肯定 能交到周深這樣的朋友 劉鳳瑶這輩子都值了 整首歌曲 在周深的16秒連唱後 讓人回歸到歌曲本心 冷酷到底 歌曲下的人的痛苦 在那一刻得到釋放 原曲的高度 那一年 一手雨拳的冷酷到底 烂遍大街小巷 與任賢奇的心態軟有的一拼 那一年應該沒有人不會唱這首歌曲 就好像現在的孤勇者一樣 所以原曲是有高度的 超越不一定是超越 但是打開了新格局才是真的 炫技也成為了大多歌手 不可模仿和超越的炫 新版的冷酷到底 在周深和劉鳳瑶的演繹下 又有了新的定義 這次周深再次創作了一個 讓觀眾難忘的經驗型舞台 而劉鳳瑶也一戰成名 這大概就是周深效應 按照一號到十號的順序 進行出場順序的選擇 好 有眼睛獨自寂寞 音域剛才聽著都是很搭的 所以就是很舒服的一個舞台 謝謝很棒很棒 謝謝謝謝謝謝 我非常的有信心 因為拿到這一次的榮耀金曲 就可以孝敬它 你實在太有 我在高速公路上一直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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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臉生紡的能力 我可以方面能充 secondo 我會有愛輪十多 你想寞 funding ha 所謂 我為何便撩心 好了 那東遊聲甜喜歡 我吧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